新政府上台后大动作调查 与提供多名前朝政治人物 今天出现了当今政权的第一名涉贪者 就是人力资源部一名高官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湛巴基证实 落网者就是隶属人力部长西华古马的一名高官 反贪一哥阿湛巴基透露 反贪会尖早在人力资源部展开一项领检时 逮捕了人力部长西华古马属下一名助理 反贪会也逮捕其他人士协助调查 落网者涉嫌成立招聘外劳机构 以获取人力部的批准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台底交易和个人利益 反贪会的调查涉及人资部 以及相关机构的内部人士 网媒自由今日大马引述消息报道 除了西华古马属下高级官员之外 反贪会也一并逮捕一名招聘中介 两人今早被带上部城推示厅 申请延长扣留六天协助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